家里的蚊竹在过冬之前呢 先往它的花盆里撒入一把这种肥料 能让你的蚊竹叶片在冬季长得绿油油的 防止发黄干枯的问题 还能使得来年春天发芽率更高 长势更旺盛 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就是通用缓氏肥 缓氏肥在冬季养花呢 它的好处就是肥效温和 肥效持久 缓慢释放营养 通用型的淡淋甲各种元素都不缺失 家里的花花草草都可以用 无论是开花植物 关键植物 休眠的植物都可以用 缓氏肥它的肥效特别长 一般用一次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 所以呢在冬季 进入冬季之前 给家里的花都用上一次 它们在冬季就没有淡淋甲各种元素的缺失 叶片自然会进行光合作用 产生叶绿素 防止黄叶枯叶的问题 在每年冬季呢 很多花都是休眠的 所以根部吸收能力也特别的差 所以使用这种缓氏肥 缓慢的为它补充营养 这样才能避免收根 休美的现象发生 喜欢氧化可以关注我 让你氧化变得更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